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杜平认为 西游记在英语世界从传播路径和特点来看 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早期译文 可追溯到1895年 第二阶段是英译单行本阶段 主要是百回节译本或选译本 第三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 对西游记的意见达到一个高潮 杜平告诉记者 西游记在翻译和跨文化传播过程中 由于翻译目的 和社会 文化背景不同 原著产生变异是必然的 因为翻译本就是一种阐释 而这种阐释受多种因素影响 那么最初的肯定是至少有语言层面的编译 因为比如说英文到中文 对吧 那么其次呢 肯定还有跨文化方面的编译 东西方的文化母子 本来是不相同的 每一个翻译的 它跟原作的不同 其实它背后一定是有它的原因的 那么这个原因呢 很大程度上就折射出 它背后所代表的社会 历史 那么比如说这个威利 它的《侯》这个译本 那么这个在西方呢 是传播非常广的 在它这里面呢 它这个女性形象呢 它就做了很多不同的处理 这个呢 是跟作者的翻译目的 是有很大关系的 那么当时威利呢 它翻译的时候 是在英国的伦敦 那么当时伦敦呢 正好是二战期间 那么那个时候英国的大众 老百姓 在水深火热之中 那么大家饱受的战乱之苦 那么因此呢 大家都希望呢 会有一个英雄式的人物出现 他本身是一个和平爱好者 首先他就选取了西游记中猴 就是孙悟空这个形象 他那种这个大无畏的精神 他这个战斗精神很好 那么其实正好跟当时 英国民众的这个精神上的需求 正好契合了 因为它这个选一本 本来是一百回 但是它只译了三十回 我们经常说这个西游记中 有九九八十一难 对吧 那么但是其中呢 它是译了三难 那么这三难呢 它全部是选用了南腰作为主角的三难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三难中呢 孙悟空几乎是靠自己独立的战斗 那么独立的获得了战斗的胜利 杜平称 长期以来面对强势的西方文明 中国文学一度患上了失与症 随着这些年中国软实力的增强 中国的声音越来越大 但我们还需进一步努力 把更多中国优秀文学作品介绍到西方去 中国文学走出去 那么其实不是一个一厢情愿的事情 我们自己要有态度 那么另一方面呢 我们还必须要得到对方的接受和认可 那么中国文学 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 如果要真正的实现走出去呢 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两个问题 一个是翻译 因为翻译的目的就一定会决定 他的翻译策略 翻译态度 另一个呢 我们要了解我们的这个西方受众 他们的可接受性 也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审美期待 和他们的阅读习惯 任何一种文学研究呢 我们都应该持有一个包容 一种开放的态度 那么而且呢 我们还要有能够直辨他者的 一个眼光和勇气 那么通过呢 抑郁的读者 或者抑郁的研究者 对我们进行一个 镜像的反观和反思 那么这样呢 在中西文学的这个交流中 我们才能平等的对话 达到一个这个交流互通 取长不断 共同发展